我们有很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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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们常常拿出来的文件 我们很喜欢拿 消极的 不开心的 当这个文件 我们必须先开始 用取出文件 和重点的文件 和重点的文件 中文件 如果一个人 带着好记忆 带着好情感 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个正面的思维 我们沟通 可是这个沟通要弄到 我赢你赢 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需要辅助我们的周产业企业 那周产业企业最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才 那人才也缺什么呢 它缺的是方法 我们在办这个活动的当中呢 其实就是希望把对的方法 对的思维 加上对的机制 用科学化的一个绩效管理 加上人性化的一个管理呢 还能够把他们提到更高的境界 更高的一个层次 打造呢 一个卓越的一个思维 卓越的一个心态 那才能够协助我们企业发展 企业长大 更重点的就是 造福这个社会 我是Patrick 我是个会计师 其实我也是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顾问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时候呢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带给更多的人认识 更多人的理解 那重点还是要把整个团队带上来 造福社会 造福社群 在这一段过程里面 我们从7月开始就开始在筹备这个活动 这样我们在筹备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在很繁忙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开会啊 去跟其他的公司的 还有Mr.Howard这里 我们叫Lias 所以我们在这里 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 尤其是好像在于我们的公司的 内部的人 因为我们需要去 说服他们 去鼓励他们去参加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挑战 然后我们公司也接受了这个挑战 去完成了这个很艰难的人物 这样后来我们的结果 其实是很棒的 因为我们有39.9%的人数都已经参与了 I am part of PL16 Throughout the 2D Steam Building Event I learned so many things First thing is we should be committed whatever that we do Second when people teach us anything we should absorb it and then I should bring back whatever that I learned here and then should implement in my workplace to my family and my friends and then yeah I also learn how to it out to improve myself to a better person thank you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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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ngat berguna untuk saya sebab I lebih menghargai diri daripada sebelum ini and then say lebih berani untuk tampil ke depan memberikan memberikan saya punya information ataupo sharing kepada orang lain 今天非常感谢BLC的邀请维塔的团队做训练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团队训练 给员工了解到公司的方向 公司未来的使命 然后公司呢需要创造怎样的一个价值 怎样的文化 让大家一起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 所以呢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要给员工找出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很多员工工作工作呢 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意义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 让他们连接组织的意义 还有个人的意义在里面 这样呢大家就可以有共同的目标 来为未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也是看到现今的社会 很多年轻人都是很迷茫 他们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呢我们常常也跟着企业家一起去回馈社会 去小学中学 我们去做很多的这种领袖训练营 为什么呢 要我们了解到说怎样做一个负责人的人 怎样做一个感恩的人 怎样呢 在一起他的角色 未来呢 能够为这个国家付出更多 做得更大的贡献 所以呢这个活动 我们也常常要很多企业家跟我们一起去做 然后有些可以出钱的出钱 可以出力的出力 让我们这个华社能够有这股力量 一起把我们的未来的年轻人 让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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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